五天節目 帶來金錢背後的故事 我是楊世光 好 在這個節目開始之前 我剛剛還跟我們的來賓 院舉正院教授 討論今天的題目 這個全市場都關注 就是俄羅斯駐土耳其的大使被暗殺 這個題目當然很重要 可是它可能具有一點戲劇性 因為什麼 因為KGB的手法是打頭 好萊塢的手法是打身體 所以到底是誰開著槍 你看打哪你就知道 所以這個俄羅斯駐土耳其大使被刺殺 我們讓子彈飛一下 後續的二土關係 我們再做觀察 可是更重要影響投資人 未來四年的投資關係 在於川普在昨天正式 正式當選了美國總統 在美國的選舉制度當中 這個川普一口氣囊括了304票 真的跑票 觀眾朋友 大家真的跑票 跑誰的票 跑希拉蕊的票 選舉人的票數竟然比當初 開票數還要高 所以代表大量支持希拉蕊的州 所推出來的投票人跟選舉人 他們倒戈支持川普 使得川普的選舉的得票數 遠超過預期 所以本來以為是川普票會減少 結果沒有想川普的票 在結果是出現大增 更重要的是川普 這個未來四年中他提出一個關鍵的 關鍵的舉轉就是預算辦公中心的主任 而這個極為鷹派講求財政紀律 鷹派的預算辦公室的負責人 到底會對於未來四年 美國整個所謂的財政擴張 產生什麼樣的化學反應 一個極度講求財政紀律 一個極度贊成小政府的預算局的 這個預算辦公室的負責官員 他在川普的這個指派之下 擔任這個職務 那到底川普的鐵公機計畫 基礎建設計畫 甚至外這個美商跨國企業回流計畫 會不會出現一些不同的效果 今天外資銀行有分分非常多的一些報告 來做一些觀察跟出容 好 我們除了這一次要觀察之外 因為我們要觀察一下 就是隨著目前大陸國債市場的崩盤 那大陸的雷曼時刻到了嗎 我們要從資產端跟負債端 從當初雷曼時刻來看一下 大陸現在的問題 特別是最近大陸貨幣市場的緊縮 債券市場崩盤 使得整個大陸的流動性 出現了停滯的發展 存量沒有問題 流量出了問題 可是大陸性的內部的金融的波動 會不會影響全球的經濟發展 我們看到今天像韓元已經要準備挑戰九個月的新低 台幣甚至在我們錄影之前 仍然在32塊附近來進行挑戰 當然台灣的央行在瘋狂的進行拋壞的干預 所以台幣32塊會不會被突破 在下週可能會出現非常重要的一個轉折 所以怎麼觀察從美國這個預算辦公室的負責人 他的背景跟未來四年川普的錢要怎麼用 另外看到大陸國債市場的雪崩 到底有什麼樣過去的經驗可循 從台灣跟美國例子來觀察 我們第一位請教的是台大哲學教授 韻女主任韻老師 第二位請教分析師坦克爺 第三位請教我們分析師大K曾萬文 我們先進行廣告回來觀察 為什麼這個預算辦公室的辦公室 預算辦公室的主任 這個負責人 這個位置那麼重要 而他的背景如何 他可能是一個查檔喔 什麼是查檔 就是泡茶不做事的查檔 到底會有什麼樣對未來美國四年的影響 進行廣告 歡迎做進門解讀 好 這個川普的鐵工機計畫 就是鐵路公路基礎建設 特別是川普這個在競選過程當中 跟救人過程當中 特別強調美國這個再復興 美國再起的口號 特別是製造業的回歸 延續了歐巴馬的政策 美國再製造 那特別是對於基礎設施的大量投資 更是有當年小羅斯福的新政的影子 有雷根次字刺激美國經濟的一個味道 所以到底川普的鐵路公路基礎建設 到底會對美國經濟 跟全球的總體需求 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可以用樂觀來做期待 可這個期待 期待就好 到昨天要喊咖 為什麼 鐵工機變成鐵工機 觀眾朋友 這個鐵工機 是當年在溫家寶 擔任中國總理的時候 任內的鐵路公路基礎建設 用2008年的全球經濟海嘯 用大量的基礎建設 來創造實體跟總和需求的提高 可是這個鐵工機 川普似乎也要準備再度來做一個發展 可是現在挑出了一個預算辦公室主任 使得原來的鐵工機變成了鐵工機 觀眾朋友 什麼叫鐵工機 就是吃飯不請客 然後這個小蒂巴奇叫做鐵工機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要從這個人講起 這個就是川普提人的 白宮預算管理局的局長 這個負責美國整個預算的編制 使用跟掌控 那這個人提名是誰呢 他叫做穆瓦尼 他目前49歲 他是南卡路納萊州的眾議員 那這個人他的背景如何 觀眾朋友 我們來看一下 他過去在歐巴馬時代 2011年的時候 當美國碰到債務上限的時候 他是代表共和黨跟民主黨談判 大家還記得2011年美國政府提擺 就是由穆瓦尼主導的共和黨談票團 拒絕跟民主黨協商 所以他是個非常強硬的 歐巴馬除非減少開支 否則債務上限不准調高 到了2013年再度出現政府體感 提擺又是穆瓦尼主導談判 當時還延後歐巴馬的一改政策計畫 來做政治上的交換 到了2015年創立了共和黨的自由黨團 是由40幾名強硬的右派來做組成 對於很多的撥款案 自由黨團是堅決反對的 也就是穆瓦尼是一個極端保守的右派分子 對於整個政府的態度 是一個小政府的框架 政府只要做監管國防跟外交就好 其他什麼事情都交由市場機制來做決定 就是穆瓦尼的核心政治思想 所以等一下請雲老師做解讀 那我們看到的背景更兇悍 他是支持查黨的保羅來選總統的 而且強烈支持預算平衡 這個比歐洲的一個壓力更大 認為美國的預算應該遲早恢復平衡 就是瘦愉快 支出愉快 另外對於國防開支 這點不能說 這是美國聯邦政府的首任務 就極右派的想法 政府的功能就是監管國防跟外交 甚至阻擋美國三敵颱風的 三敵颶風511美元救援案 那支持移民改革 他說不僅要圍牆 而且要加強巡邏 所以講求一個高度法制化的美國 這個人來擔任白宮管理局預算局局長 說什麼意思 預算他編了 觀眾朋友 預算他編了 管理川普要發展火星還是冥王星計畫 他不承報預算 他不編列預算 哪裡也去不了 這個川普連華盛頓的白宮都出不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預算局長 找出來一個非常強烈的鷹派 所以我們說從鐵工機變成了鐵工機 好 我要請教一下雲老師 因為這個人 莫瓦尼的背景 是蘭卡選出來的眾議員 我們講這個州 因為我們要知道這個政治 美國那麼大 五十個州 蘭卡的面積不大 只有八萬 五百八三平方公里 大概就是比兩個臺灣大一點點 這個州不大 人口更少 人口只有四百七十二萬人 所以觀眾朋友先知道 他這個眾議員的背景在美國 屬於傳統東部面臨大西洋 可是算是比較偏向一點農業省份 州的面積不大 人口也不多 那白人佔六十六趴 非洲裔將近三成 那更重要是南卡 他的新教徒高達百分之八十六 那新教徒當中第一個 跟進信會有關的進理會 佔百分之四七 魏理工會佔百分之六 長老教會百分之三十 所以觀眾朋友注意到 他的出身背景非常符合川普的 極保守主義 這種保守不是行為保守 看到女生不要看 不是那個保守 是思想上的保守 所謂的保守就是尊重市場 不要做干預 所以你從他的選區 第一個白人不是很多 是黑人還不少 尤其非洲驛戰三成 所以我們才講 川普這次選上 並不是族群的問題 而是價值觀的判斷 在一個新教徒掌控的一個州 代表一個非常保守的傳統州 推出來的眾議員成為這一次 未來四年美國主導預算的 首要的領導人 所以我想要先做觀察 這是一個政治傾向的判斷 所以川普雖然我們叫嘴炮 可是事實上你用什麼人 像國務卿 找一個石油公司的CEO 我們昨天討論過了 對俄羅斯的關係 所以官方有三層層次 第二個為什麼石油公司的人 第二個為什麼是個CEO 商業人士 第三個為什麼外交立場侵俄 這是一個討論格局 但檯面下 有跟洛克菲勒家族協調 跟協商的一個政治利益的交換 但我們今天回來看 預算局局長 國務卿管外交 可是美國的內政最大的 就是預算局局長 觀眾朋友 他的 美國有財政部長 可是美國的財政部長 通常不是管預算 所以我請教運老師 我們觀察一下 找出這個極右派 甚至幾乎是查黨的人 來管預算局 美國的財政會出現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先簡單解讀一下 美國預算的背景 這從1790年到2015年來 美國政府支出佔GDP的比重 也代表政府的功能 除了這幾次 包括了內戰 跟一戰跟二戰之外 扣掉這三個封點之外 事實上 美國的政府是越來越大 什麼越來越大 管的事情越來越多 這對於美國的立國精神 是有違背的 就是美國的原始精神 是小政府 聯邦制 這個錢到底花去哪裡了 觀眾朋友 這裡有色塊 紫色的是利息支出 利息支出當然從80年代 利率持於走地的時候 其實利息支出在美國的 政府支出壓力並不大 另外還有傳統的 包括像國防是紅色的 所以我們看國防支出 長期主導的是 美國政府的主要預算 那這個從二戰之後 多出來兩塊 一個叫做社會福利 黃色的 一個叫健保 叫綠色的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從過去這三十年來當中 只跟美國的酌情化 美國的酌情化 就是政府擔任越來越多的 社會福利的援助機構 這跟美國精神是背離的 現在換了一個預算局局長 他要做一些大部分調整 第一個 把美國政府支出 占居列比例硬壓 要往下壓 第二個 準備消滅掉 把塗掉 塗掉 塗掉 看了就討厭 塗掉 塗掉 我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穆瓦尼準備要做的事情 佑老師您的觀察 主管 我們首先 先誇獎你一下 今天這麼多事情 選擇這個題目 其他的事情 都可以稱之為事件 叫一次性的 發生完以後大概就淡忘 這個叫危機 它會層出不窮 我稍微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你提到了 一般人對於美國 實際上你扯到一些宗教 政治的背景 一般人並不是很了解 我跟大家稍微做一個整理一下 因為美國的國家的話 南凱羅那那州 它基本上是南方的政黨 是 南方的州 南方的州的話 它原來是有黑奴制度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它佔了三層的非裔 講的是原來的歷史的背景 但是這種州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 你剛剛也提到了 叫新教倫理 新教倫理的話 是美國的立國精神 就我先跟大家強調一點 美國不是一個普通的國家 美國是一個以教會 為主導的國家 沒錯 美國基本上它歡迎的是你信教的人 你不是 它並不是很歡迎你來賺錢的人 所以你可以發覺 從這次選舉當中 可以發覺紐約州跟加州的選舉的態度 跟其他美國絕大多數的州是不一樣的 這個差別一定要瞭解 那我首先講的 這個T Party 這個茶黨 它原來早先是歷史故事講到 為了抗拒英國人對於美國 讓他們就說紙交稅 紙交稅但是沒有參與政治的機會 所以就勇而站起來抗暴 然後取了名稱 就是我們不要在茶業上再交稅了 叫做自由 強調自由的精神 這個茶黨的話 它是包含了四個部分 就是新教倫理的基本精神 第一個的話 它就是努力工作 努力工作 榮耀上帝 沒有一粒一修的問題 沒有一粒一修問題 然後第二個的話 生活節儉與誠實 然後第三個的話 就是面對上帝就是誠實以對 該做什麼就做什麼 絕不多考量 第三個的話 還有是企業家精神 有本領就花錢 沒有本領就節儉 就這麼簡單 所以那為什麼穆瓦尼 他一上來的話 很多重要的財經雜誌 都評論說不得了 你原來講的是 那個鐵路公路的基礎建設 現在突然變成不花錢的 大家要了解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我的家庭當中 如果我們家裡有印鈔機 或搖錢樹的話 那個我到死之前的話 一人一年買一台爛帶機 其實都不構成問題的話 到死也沒有人看得出來 你到底有錢還是沒錢 美國就是這種 因為他自己印美鈔 所以美國大量舉債 造成經濟發展的繁榮假象 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事情 可是拿起來也沒辦法 因為他是全世界唯一能夠 印美鈔的國家 對 其他都叫偽鈔 只有他叫真鈔 對不對 那其實他這個真鈔跟偽鈔 都很不一樣 那麼過去的五年來 已經有兩次 美國的政府 就是因為預算的天花板 不能夠再往上提高 美國的預算花錢速度過快 破表了 對 破表以後 這個穆瑪尼就帶頭 我看了一下他一段視頻 他用那個比喻非常簡單 他說如果你是一個正常美國家庭 一年只有四萬五千塊美金的收入 結果你突然信用卡一刷刷了四十五萬 我問你這個正常嗎 不正常 如果他說如果說這個國家不正常的話 那你現在講到這種情況 所以他每一次都帶頭反對 上次講到三滴海那個颶風的時候 他為什麼反對 他說你不能夠用特別預算 你平常要節省就要做好這種準備 你沒做好準備 你不管什麼情況下 我都不准你隨便亂增加預算 那麼這個人的話 他在國會中是以保守出名 我們都瞭解政治當中立場最強硬的人 他的服從者特別多 所以查黨他具有吸引力 但是這個人事實上他當綜藝員 他連綜藝員裡面的任何一個 預算委員會都沒幹過 突然下來管理全美國的預算 這還得了 所以整個世界上都知道 因為我們過去所有經濟的繁榮 就講到QE也好 美國的貿易次制也好 通通都是花別人的錢 次制發展跟債務發展 對 然後美國有一套理論 就是認為有次制有債務 你也可以想到有一個人 他一輩子都借錢 然後沒有被人家發覺 後來死了以後 別人也不了了之 所以我曾經說過一句話 什麼人最有本領 就是死前一天借錢最多的人 那是最有本領的人 對 那麼這樣子的一種情況下的話 他現在就拒絕他推的預算 但是你要了解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他跟川普都曾經說過一些很無知的話 他說美國如果要違約就違約吧 美國如果違約的話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 是有信賴感的 那我們全世界的定毛的單位 為什麼很多商業信用不好的國家 他發債要用美金來計價 因為你不用美金計價 根本沒有人要買 像阿根廷那種國家不用美金 像委內瑞拉那種國家不用美金 誰要買他的國債 他如果不賣國債 他哪來的錢呢 對不對 所以以這種情況下 如果美國違約一次 那美國自己以後還要走回借債的道路上來講 那麼全世界缺乏一個定毛的單位 然後再加上歐洲現在有批命的QE 日本也是批命的在那邊印鈔票的話 那全世界的經濟就大亂了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這個消息會影響到川普整整的前四年 一定有很大的問題 大家都要注意到一個問題 因為事實上美國的儲蓄率很低 我們傳統印象是美國人只花錢不存錢 美國儲蓄率低的原因就是 美國過去這幾十年來 社會安全網的建立 包括失業有失業金 包括有食物券的補貼 救濟等等 所以事實上美國人不需要為自己的 身不重要 老病死太擔心 政府的社會安全網非常的完整 只有好跟壞的差距 但都有 所以事實上美國人不用存錢 所以事實上一旦社福跟健保 這個民主黨左派所強調的社會安全網 一旦被默你說自由主義 你該凍死就是你不努力的關係 你找不到工作座 你領22K 是你自己的問題 你沒有競爭力就應該淘汰 有點優生學的概念 這個走到極端 所以事實上 那官民會產什麼問題 我們在精英學當中 就是因為長期的社會安全網 變薄了 會導致美國儲蓄率的增加 美國儲蓄率的增加會導致什麼問題 美國人的消費減少 事實上美國儲蓄率增加 我們不要講紙講話 留講好的 川普未來要發債的可能性跟空間 第一個 可能變小 可是第二個 買家就會變成美國人 而不用仰仗中國的鼻息 你知道嗎 因為美國人開始存錢 美國就開始有錢買政府的債券 所以這個變化是我們第一個觀察 第二個就會講呼應岳老師 事實上 這個按照經濟學派有三個 那最普通的 包括共和黨 他們是用供給學派 就是用透過大量的減稅 讓有錢人賺到大錢 經濟復甦之後增加稅收 這是最常見的一種做法 就是減稅 所以共和黨都減稅 減稅有錢賺到錢之後 他就願意投資 願意消費 所以請更多的員工 經濟就復甦 經濟復甦 我就可以把稅積擴大 這是供給學派的邏輯 也是長期主導共和黨的邏輯 但民主黨不算 那另外一種 就是自由意志主義 主張是要餓死 什麼餓死 就是反過來 他的減稅是要把政府給餓死 當政府餓死還不了錢的時候 政府的功能就消失了 像維瑞拉 像現在的很多非洲國家 他政府功能就不見了 你懂意思了嗎 那政府因為破產了 所以這個經濟變好了 官媒我們舉個最好例子 西班牙 西班牙沒有國會 國會停擺 政府沒有內閣 沒有政府的過程當中 西班牙在今年創造了GDP的奇蹟 你懂意思了嗎 就是政府選不出來 內閣搞不出來 國會停擺 半年 西班牙經濟大復甦 這就是自由意志主義 就是沒有政府 可能比政府更好 官媒講到這邊 請你相信 其實台灣要不要有政府 其實沒有政府可能更好 少一點管制 少一點囉嗦 可能經濟更好 所以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穆瓦尼的赤字鷹派 他除了要把政府餓死之外 他還要增加稅收 就是政府指現在的功能 就是跟你瞌睡瞌睡瞌睡 世界最大的是上帝 第二大就是政府 所以事實上 他也是一個極端的保守派 這對於全球的經濟 要把這個債務做打消 在穆瓦尼他的從政生涯當中 就是希望有一天 美國欠給中國的錢 欠給台灣的錢 欠給日本的錢 全部還光光 這是這種恐怖的想法 這個你講得很好 你這個題目上中 這個答案二 就是供給學派是川普現在講的 是 穆瓦尼一來的話 他就是這個赤字鷹派 他就是說是剛好倒回來 你看供給學派跟穆瓦尼現在做法 他們基本上兩個代表非常幼稚 因為川普基本上的話 沒有任何具體的方法 他只是說有個理想 就是說有錢人錢多的時候 他就趕花 趕花以後大家跟著 雨露均沾 大家都跟著一起提升 本來22K的話 他一發變成32K 那其他的話 他是三億兩千萬 就這樣子舒服的日子 就不一樣了 那就是說你要任命 人家能力不同 就是說川普這種想法 可是穆瓦尼他剛好倒過來 他就說是 我現在首先以這個 以這個量入為初為主 對 美國這個國家 我們全世界人都習慣了 美國人亂花錢 對 美國亂花錢 導致世界上的整個經濟發展 你看美國 你現在所有的名牌到了美國 一定降價 為什麼 但量非常大 對不對 你什麼多貴的包包 美國一賣就是一定的2萬個 那這價錢就便宜 你在台灣一共才賣200個 那當然價錢很高了 對不對 這個成本效益不一樣 但是美國這個消費能力 使得全世界經濟在流通性上 一直非常強 這個是我不是說是依賴美國 是美國原先改變了 大家的消費性習慣 是 所以大家才想到去美國留學 他這樣子一來的話 我不開玩笑講 美國一保守一下 大家會發覺 美國除了兩岸以外 除了加州跟紐約州以外 其他根本就跟農民差不多 那你不如搬到斗六或宜蘭去住 我看也差不多 大概就是那種採局東立下的日子 那你到美國幹嘛 每一天的話 禮拜一到禮拜五就工作 禮拜六 禮拜天去教堂 禮拜六的話全家在一起禱告 誰要去移民美國 真簡直就是我 我有親戚 我在美國過的幾乎就是接近這種生活 每次兩次都逃著回來 實在是不習慣 我覺得台灣好玩多了 因為我們禮拜一到禮拜天 天天可以在一起都 光看電視都蠻好玩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生活上的保守的想法 是太天真了 因為你已經走到這種地步 你剛剛拿那個圖表 看起來很明顯 對 太難了 一般來講的話 美國人會嫌這個收入不夠 但是一個家庭 一年普遍平均來講五萬美金 在哪個國家來講 在美國是很低 在哪個國家來講都算高的 你現在已經算世界上算高的 你還要再往前一高 讓大家都過得很貧窮 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這個穆瓦尼的這個想法 是有一點天真 這也是說是各大主流媒體的 評論的結果 是 好 我們看到 美國現在碰到兩個問題 在過去川普當選總統之後 我們第一個注意到 是貨幣緊縮與FED 再度啟動升息循環 但大家得到安慰是財政寬鬆 貨幣緊縮要進行財政寬鬆 其實我們先講前提 穆瓦尼還沒當上預算局局長的時候 是貨幣緊縮財政寬鬆 那財政寬鬆 政府就要跟大家搶錢囉 跟企業搶錢 跟消費者搶錢 為什麼 因為還有更多的錢 才能做建設 叫做財政寬鬆 所以我們看到 其實最近美國 Double A 最高級是Triple A Triple A不要講 我們講Double A以上的 金融商業本票利率 其實已經刷新了八年新高 那上一次八年新高之前 就是雷曼次大海嘯 這整個QE時代的紅利 已經正式做結束了 那更不要講 當貨幣緊縮 配合財政緊縮的時候 這關鍵 全球的總和需求 會出現大幅度的一個轉折跟下滑 所以我們看到第一個 利率市場 從FED調到利率之後 連這種商業本票 短天期的 Double A級算是信品相當好 短天期又高信品 而且是金融業的商業本票 基本上是準現金的概念 都已經來到了1.01% 突破1% 代表美國的流動性在大幅吃緊 所以我們至少要觀察 甚至出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認為 美國股市進入的轉折 觀眾朋友 我們從美債殖利率 跟S&P500的股息殖利率 來做一個掌握 紅色的是美債殖利率 也就是我現在投資美國國債 到10年 平均每年可以得到報酬 最新的報價是2.53% 也就是我投資100塊的 10年期國債的 美國國債殖利率 每年可以拿到2.53%的利息 現在買就有 明天會變 可能變高變低 不一定 可是現在買就有2.53%的報酬率 另外一個是我投資股票 我投資美國500大企業 每一個按照群眾買一家 那等它的股息分配 它的股息殖利率 觀眾朋友 你看一下 12.062% 什麼意思 我買美國國債 它的報酬率 百十年 會比買股票好 過去這張圖 觀眾朋友 過去這張圖 事實上 長時間 美國國債 跟S&P500的報酬率 是股票優於債界 有時候還有點利差的變化 可是到了今年年末的時候 出現反過來 就是買股不如買債 所以我們看到這是美國現象 那我們就看到台灣的現象 當這些固定收益或定存概念股的時候 就是買股存 這個存股的概念 我們看到最近台北股市 我們就以中華電信為例 觀眾朋友中華電信很了不起 扣掉今天已經連跌13帖 就是疊疊疊疊疊疊疊 疊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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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疊 疊疊疊疊 連疊13帖 所以我們看到包括像遠傳 台灣大哥大 基本上都是連續下跌 所以台北股市過去這一年 能夠笑傲全新市場 最大的原因是 台灣股市是全新市場中 配息率最高的市場 我們今天晚上來觀察 事實上配息越高 受到這次美債的空襲的壓力越大 台北市兩岸的不穩定 加上全球資產價格的報酬率的反轉 買股不如買債 那到底何去何從 台北股市的明天 明年會有好的發展嗎 今天我剛剛來幫你做進的節目 台北股市今天第一點就是1月份 其實1月份就在這個位置 觀眾朋友我們把它畫出來 1月份就是這個位置 可是當然1月份 為什麼全球資金行情 湧向台灣會湧向一些 美國現金流量比較高的個股 原因就是在於 第一個股票的股息值率 大幅的領先債券值率 所以當時就是賣掉債券來買股票 存股 你去存錢不如存股 所以過去幾年最紅的 像買電信股 像中華電信 每年配6塊7塊 那跟定存一樣 而且股價漲還可以賺點資本利得 所以過去存股的概念非常明顯 可是我們這張圖可以揭露的 就是從今年以來這個現象 在12月份正式消失 尤其是全球債券商品的收益率暴增 導致了股票的收益率相形之下變小 所以這個變化 觀眾朋友這不是馬上反映 它會慢慢反映 為什麼因為發現 存股不如買債 那美國國債又不會違約 而且不會亂跳動 不像這個股票又上又下 所以我們舉三黨台灣最重要的純股概念股 就是以長期投資收股力為主的 金華酒店不提了 金華酒店股價早就崩盤 現在股價剩當年高峰的三分之一 像遠傳 中華電信 台灣大哥大 最近台北股市還是圍在9300 可是跌翻了 就跌翻了 關於這個股價給你看 我們再看周線圖拉遠一點點 這個遠傳能夠拉到81塊9 像中華電信拉到歷史天價125.5 台灣大拉到116.5 但我們看到中華電比台灣大強 遠傳比較落後 那就要感謝金錢報 因為金錢報在兩年前 做過4G的標案 當時我們用非常專業的角度 有做過評價 就是有人執照買貴了 我手指頭趕快收起來 有人執照買貴了 所以股價就落後了 關於你懂意思了嗎 所以那時候當時也被一些 電信公司抗議 可是為了不是電信公司 被那些投資那家公司的股東抗議 借好多信 說為什麼忏衰我的股票 我只是純股 事關於金錢報害死我你知道嗎 可是觀眾朋友長情驗證 假如當時沒有看金錢報 你的純股能夠換另外兩家 差別非常大 所以我們節目有時候 觀眾朋友不在空中總之地 有時候是告訴你 三家比較 有人買貴了 有人買便宜了 你看股價好像有點不同差距 有人是三位數 有人是兩位數 有人那麼高 有人那麼矮 觀眾朋友 我們當然喜歡跟高的在一起 不喜歡跟矮的在一起 你懂意思嗎 我寧願做美國NBA球隊的這個經理 我不要做中環籃球隊的經理 差別很大 好 這個是另當別論 可是我們看到現在股價變化 不管你高還是低 現在大家都往下彎腰 像中央電信這一波跌幅 官媒跌掉20% 中央電信是台灣第三大全資股 台灣大這波也摔得很慘 這個波段跌掉12% 而且基本上就從今年第三季開始 所以大家可以我們觀察 債券的報酬率改變 甚至我們叫做固定收益的這些相關貨幣 基金金或債券商品改變的時候 他會把整個市場 外面我們之前請過邱智昌博士 來揭露股價的評價模式 日益率上漲股票在理論上會跌 但現在不講理論這樣 實務 買股不如買債 台北股市要找到比2.5%報酬率的長期 很穩定 保證 其實說實在不會超過100檔 這個問題有麻煩 你可以觀察 這個債券到底有多熱 那時候其實我記得八九月份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提醒觀眾朋友說 這個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我記得蔡森老師也講說 這個全部都有危險 只剩債券還沒崩 就現在債券接下來崩最慘 那這個圖我們上次讓大家看過一次 我們那時候八九月的時候 大概這個地方講說債券要小心 這個是Risk Risk也是固定收益 就當這個包租公 包租婆的意思 那一樣講完之後 其實他有債崩一波 最近因為已經先跌了一大段 所以最近有稍微一個阻底 那這個高收益債也是 我們那時候也講說高收益很危險 很危險 結果講完之後 大家有沒有發現11月份 他其實崩的幅度是最深的 然後包括固定收益同樣 都是在11月份的時候同樣做崩 那時候比較特別 我們說這個抗通膨的也一樣 那時候文在社變 只要是跟債券有關 其實還是抗通膨的 沒想到跌更多 對 到現在還在跌 這有點蹊蹺 到底市場上是怎麼看通膨 這個部分 從這邊來看 要有一個反向的思考 另外這個 最近當然債券市場的蒸發 其實非常多 從川普上任以來 11月份全球的債券市場 大概跑掉了大概1.7兆美金 消失1.7兆的市值 對 蒸發1.7兆 那這是彭博 巴克萊 全球債券指數 我們抓近五年 你可以發現其實最近這一波 從就是從剛剛講的 這個八月份開始 來到最高點 一路往下崩 那其實你說還會不會再崩 如果這個是近五年 如果以把時間拉長 拉最近30年來看 同樣的指數 其實他即使要拉回 他也不可能一路往下崩 所以說我覺得他短線的跌幅 這個已經過深了 所以你對於法人來講 對於法人來講 像對於受選公司 到底要買五年低點的債券 還是買五年高點的股票 這就是選擇 甚至是把五年高點的股票賣掉 要去買五年低點的債券 我跟官方報告 台灣最大的金控公司 老闆下達強烈的壓力 要求他們的資金調度 去買30年的債券 不管是公司或企業都在搶買 什麼原因是 他們寧願去買五年低的債券 報酬率很高 而且很穩定 大不了有持有到到期 我也不要報有五年高點的股票 正在發 所以台北股市會不會漲不動 很快支線開始減碼 因為有人偷偷到你知道嗎 每天報個三億五億 甚至三十億五十億 這個是蠻恐怖的一些事情 對 沒有錯 現在其實買債比買股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債券市場的 這個修正幅度已經過大了 然後導致這個殖利率 開始做一個攀升 這是一個買進的一個吸引力 那其實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八月份為什麼是高點 我們看一下 其實八月份那時候債券型基金 全球有三檔 在台灣有掛牌 大概這三檔當月全球吸金 超過一百億的台幣 三檔都超過一百億台幣 這個一個是聯博的美國收益基金 八月份的時候在這個地方 而且是連續六個月 淨流入之後就沒有高點了 所以那時候我們講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講過很多次 包括這個匯豐環球高入席的債券一樣 也是八月份進到高點之後就沒有高點了 所以他那時候到八月份也是連續十三個月淨流入 所以一樣都在那顯示 現在債券市場反而是人少 因為已經崩到這個地方 所以已經沒有像當初那樣一個人擠人的一個情況 但是你發現最近的財經雜誌 其實他們還是一直在推薦這個債券型基金 其實台灣的這個應該說基金公司 非常喜歡建議買債券 尤其是對這種退休的人來講 因為他是強調說這個月配息等等 包括他們抓像這種全球高收益債的指數 長期來講OK 是比這個股票表現來得好 而且每個月配息 但是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他這個配息很多是拿你本金去配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說因為這樣的原因 然後去大量買入債券 其實這張圖最大的蹊跷是因為 利率走低 債券價格走高 所以官方已經投資債券型經濟的報酬 通常大過股票型經濟是因為 本金串出了資本利得 現在這個情況做改變 就是債券的報酬 因為少了資本利得會大幅縮水 那你說世光怎麼會是 買股不如買債呢 為什麼 因為債券的利息的報酬 這個比例會拉高 所以現在的債券型經濟 更像是安全的工具 前幾年這些債券基金 其實經過包裝跟設計 被搞得完全不像債券 官方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債券基金 世光你知道嗎 我買一個高收益債 上半年賺了12% 好厲害 很棒 我那個三年的高收益賺了40幾% 才能聽到怎麼可能 因為資本利得的關係 所以是名為債券 台灣專門幹這些 這個掛羊頭賣狗這種事情 官方已經懂你意思了嗎 就是說要台獨 可是立法所不敢公投 說要反核式 可是要用愛發電 台灣是專門賣羊頭掛狗肉 鳳梨樹沒有鳳梨 太陽比沒有太陽 老婆比沒有老婆 台灣是這個最厲害的 同樣金融商品也是一樣 債券型經濟不是搞利息 是搞資本利得 所以官方現在的局勢反轉 坦克也我們要觀察 因為這一波的反轉 除了美國的財政警說 跟貨幣警說 這是新的解讀之外 另外大陸的債券 再度迅崩 三個理由 等一下我們講說 大陸的債券崩盤 跟我們什麼關係 等一下告訴你 第一個是人民銀行宣布 把表外理財業務 納入廣義的信貸範圍 這代表什麼意思 明年人行做第一季財報的時候 貨幣供給量會暴增 不是他暴增 是他把沒算到的算進來 那就妙了 所以大陸明年貨幣緊縮的 可能性也很高 美國在收錢 中國也在收錢 難道台灣我們彭總裁放錢嗎 就算他放錢他有用嗎 好 另外我們看到 公司債再度報違約 另外還有多家上市券商 現在慘了 陷入台灣當年的聯合投卸事件 好 我們先看大陸的國債 這是價格走勢 再度刷新率新低 從利率市場做觀察 你看大陸五年期國債 國債已經來到3.187 十年期國債來到3.391 我跟官方報告一樣邏輯來了 你去買大陸十年期的國債 事實上他的報酬率 不會比台積電差多少 一個是大陸中國的國債 一個是台積電 他每年變化 三奈米五奈米跌倒 他的計畫被我們科技部長 大嘴巴給暴露 影響了他的經營範圍 張宗門不敢生氣 亂七八糟新聞一堆 可是事實上你買國債 大家會買股票安全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我要看 觀察跟我們什麼關係 因為全球最大的兩個央行 關於我們把美國歐元 中國瑞士英國日銀 全球六大央行的資產負貸 加起來 這就是世界六大央行 發行的貨幣資產負貸 他們的規模 最大的就是人民銀行跟FED 這兩家銀行都在做縮減的頭時 我們知道MV等PT 按照廢血方程上 MV等於PT的邏輯 全球資產價格只能往下 不能往上 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不是你死我活 都要死 這是誰先死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 這個資產負貸表縮減 尤其是大陸最近出現了一個恐慌 叫做無印良品 什麼叫無印良品 觀眾朋友 就是發現 台灣當年出現一個事件 我們先往下看快一點 就是這個事件 就是當年的楊瑞仁事件 觀眾朋友楊瑞仁最近上報紙了 當年楊瑞仁就是拿張自己磕 自己蓋 把國票手上的台銀的本票 拿到市場來做融資 後來發現這個張根本是假的 市場股市航空多了幾百億出來 都是因為楊瑞仁想出張就自己磕 我自己蓋 這個錢就出來了 所以當時台北股市出現一個風暴 就是原來錢是假的 被楊瑞仁磕假當磕出來 現在大陸發生一模一樣的事件 可是大陸也不這麼簡單 現在有聯合投契的踩踏事件 這就是保來證券總裁白文正 想不開最重要的原因 因為對他人生是個最大屈辱 這事件我們自己Google查 事實上大陸現在這兩件事情并發 第一個是貨幣行基金開始贖回 這裡是雷曼時刻的味道 第二個就是楊瑞仁來了 中國也有楊瑞仁 中國不是楊瑞仁 中國有千千萬萬個楊瑞仁 原來中國的這些證券商 代持的債券通通是假的 您可以觀察 所有的風暴都是來自於資產 不是負債 負債再高 只要沒有泡沫沒有爆掉 都沒事 資產一跌 所有的風暴就會開始衍生 這一次所有大陸的風暴 其實很簡單 就是債事崩盤惹的貨 為什麼這麼說 因為你看債事光一個月的時間 這是五年期跟十年期 這所謂的國債指數 剛剛世光有看到 都創新低了 殖利率的話 才兩個月多一點 直接跑到上面這條線 所以說大概十年期的話 大概從升到三點多 非常多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重點是 剛剛世光提到的假章事件 有一個助長助跌的效果 道路叫做蘿蔔章 怎麼說 我們簡單跟大家說明一下 假章事件打破了行業的潛規則 因為債券有一個代詞的潛規則 就是我跟世光簽了一個抽屜協議 就嘴巴講好 但是檯面上是我賣給世光 我們講個簡單的邏輯 就是很多台灣的證券商 他會去飆售十年期的國債 這個利率可能是1.5%的報酬率 就是證券商 去跟中華民國政府買了一批債券 就借給政府前一次 然後他賺什麼錢 他把它切割 切割 再切割 然後賣給短期的商品 所以常常會說 我們這個買賣過程當中 會有代詞 代為持有 因為可能30天就會 賦買回 賦賣回 所以事實上我也不用交給你 就是一個協議而已 對 這過程其實關係到 信用的問題 邏輯上 實務上 檯面上看到的是 我把債券賣給世光 但實質上是 我請世光幫我代為持有 到期你要還給我 當然我會分好處給世光 多投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 債券一直漲 因為一直漲 然後我也賺錢 世光也賺錢 大家都和樂融融一片安好 這裡的話 走空的時候 我賣給世光之後 我就不認了 我不想買回來 我就說沒有 我賣給你 世光 我沒有說是你幫我持有的 是我賣給你 所以就結束 變成是 我出事 因為是你要扛這個損失 因為債券價格往下殺 這一次重點就是 大陸的叫國海證券 有相關的債券人員 聽說就是柯甲章 然後做了代詞的一個交易 代詞交易之後 現在出事 他不認帳 對 剛才看到擊殺 擊殺怎麼辦 那就開始不認帳 不認帳之後 國海證券 他其實就把它通往員工身上壓 他說這個章 跟我登記的章不一樣 經過司法機構的鑑定之後 這個章是偽造的 偽造的 就是剛剛提到的甲章事件 所以說就表示說 這都是員工自己幹的 跟我沒有關係 我也是受害者 所以我們大部分的 這些經理人事實上 他不可能有公司張在手上 可是為了業務濟行 大家就是大家就蒙混過關 薪資肚明 把程序走完 有錢大家賺 多頭的時候都會沒事 空頭的時候 大家就鳥獸散了 各自努力 因為印章 其實他就是信用 其實大家常見到 喜是皇帝用的 說文解釋說 他是王者的印章 然後再來是張 這高官 然後印的話是小官 所以其實大家常見到 有喜 張跟印的分別 這一次這樣的問題之後 大家終於發現了 原來我賣給世光之後 這些合約 這些合約有可能全部都不認賬 假的 有可能會不認賬 因為是不是真假現在調查 但重點是會不認賬 所以有一個債務 有一個接受訪問的債券交易員 他直接說 這可能看不到 我我嘴巴念就好 他非常擔心 他手上所有的代詞 都會被不認賬 那你不覺得很可怕嗎 我本來是賺利息的 就是你媽媽交給我 今天坦克約要出遠門 說世光哥 這個我媽媽就托你照顧一個月 他這個身體都健康 可是可能你就幫我多照顧身體 結果他出去之後不回來了 他媽變我媽 你懂意思嗎 本來你一個月給我五千塊 就是補貼照顧你媽媽的菜錢 結果你媽變我媽 你懂意思嗎 重點是你媽在貶值 你把你老婆交給我代詞 我願意 可是坦克你交給是你媽 不是你老婆 我慘了 我有苦說不出 那怎麼辦 我就把你媽一路供奉下去 而且這個邏輯是在於說 我為什麼要請你代詞 因為我賣給你之後 你會給我錢嗎 我再拿去 再買債券 再找孕教授代詞 然後全世界都一直代詞下去之後 就槓桿 就無限大 這樣子的過程 現在面臨交易端 有一個違約信用風險 這代表什麼 這是一個理財商品的一個數量 可以發現 中國第一個代詞就是韋小寶 大家都把老婆叫給他代詞 結果他就只好把這些老婆都帶走 這就是當兵的故事 不要請好朋友幫忙 所以這裡邏輯上就是2014年 他從大概10.2兆人民幣 這個理財商品的規模 然後拉到最近的話 這是28兆最近 我們要跟大家講的是什麼 這裡面其實債券的比重 持續的拉高的 你會發現 理財商品裡面 債券跟貨幣型基金所比重 從這個6點多兆 然後大概44% 然後增加到現在 現在大概是14兆多 大概增加快50幾% 快60% 那代表說什麼 就是增加的比重最多都是在債券 因為債券多頭 就是大家有錢互相推 我借你 你借我 然後大家一起把價格拱上去 多頭都沒事 但這一次就是遇到這件事情 升起來 我剛剛提到 負債再高都不用怕 怕的是什麼 資產的下跌 這一次就是遇到 你看Shiver的部分 隔夜的狂飆 然後三個月也狂飆 狂飆之後代詞 原本是一個助長的力道 瞬間變助點 就跟融資一樣 其實很簡單 大家就想股票的概念 就是融資助長 反向的時候 空頭來的時候就駐跌 駐跌之後你就看到 現在整個債券的規模 從原本大概36億 已經跑到64億 這邊64兆 所以這裡的話 其實就是一個 助長之後的駐跌效果 可能會發現 要什麼觀察 因為當年台灣在2004年 發生7月份的聯合投信事件 原因就是因為 台灣很多人就跟TRF一樣 說實在話 關於TRF賺錢的時候怎麼不說話 賠錢的時候灌銀行 我昨天還接到信件 就是賣TRF的這個業務員 他覺得說太離譜 他同好幾個客戶 其實日元TRF也賺錢 美元TRF也賺錢 以前人民幣TRF也賺錢 賠錢的時候 到處告關 這有邏輯嗎 就是不能賠錢只能賺錢 那當然是因為業務員 可能行銷的話術 私利 跟當年台灣的聯合投信一樣 因為他投資的債券型基金 我們覺得買債券型基金 就算很安全 保本低收益 可是竟然傳出 聯合投信 他持有博達跟味道的股票 但博達我們知道快垮掉了 味道也周轉失靈 也破產了 所以聯合投信 他持有不多 可能持有總共2%的博達跟味道 可是重點是 債券的投資人 不肯接受這種虧損 因為買債券基金 買貨幣基金就是只賺不賠 只是報酬遠丁 它是一個傳家寶的概念 怎麼能賠錢呢 所以基本上瘋狂輸回 導致聯合投信 他手上也一堆債券 沒有到期怎麼輸回 導他周轉失靈 後來周轉失靈之後 我們金管會的幾位偉大委員 透過了人工干預 來做一些解讀 這我們顧在講 其實盤總講過 後來導致盤總 就跳下去了 導致我們馬志玲 馬總長腦袋都失智 就是後來處理不當 所以導致變化 那現在問題來了 現在我們看到 隨著這個造假事件 慢慢擴散 整個封閉大陸的貨幣基金 跟債務基金 瘋狂的輸回 因為持有這些人 他是不能賠錢 我只是把資金 今天我當岳老師的財務長 岳老師收到一筆錢5億 這5億 我只是想存到貨幣基金 parking一下 收一個幾千塊 幾萬塊的利息 代表我有在做財務調度 我這個功能 只要你給我賠錢 那我不是封掉 也不是做投資 只是做存錢的概念 就是我存在銀行 拿不回來的概念 說岳老師 從這次的賈贓事件 它其實就是雷曼事件爆發 過去大家覺得不會有事 不會有事 最安全的地方 出現了最危險的風暴 而且因為最安全 所以所有人都沒有承擔風險的準備 就是最相信的人通常傷害你最深 您可以觀察 我覺得你講這個問題 可以分成兩個層面來講 第一個的話就是惡意造假 另外一個的話 就是不願意承擔賠錢的風險 他不是惡意 就是割假髒 割蘿蔔髒的話 拿個蘿蔔割了蓋上去的話 那不是惡意是什麼 對 這是一種情況 就是說他本來的話 剛剛坦克也講得非常清楚 就是說我們實際上的話 我自己就弄了一些債券東西 因為感覺上就是 他能夠一直上漲的關係的話 藉這個機會撈一點油水 這個情況 可是的話 發生下跌的時候 一踩踏以後 出現的結果就是 他變成了一個 完全沒有能力出回來 所有的虧空都是假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 這造成心理上的影響 老實說是假性真弱 第一個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東西 是刻假髒的 這就是一個最大的 重點就是老鼠死來了 就算沒有刻假髒 因為流動性不足 現在也被迫砍殺 對 那個是另外一個叫做踩踏 那個踩踏的情況是這樣子 就是說你在節目當中經常講 就是高收益債的另外名字 叫做垃圾債 所以大家心裡要明白 這個高收益怎麼變成垃圾 因為大家都要告訴你 投資有賺有賠 風險意識一定要存在 像你剛講TRF概念來講的話 你會覺得說很激動的原因 是因為在台灣的民主搞過了頭 認為說我做投資只能賺不能賠 這種事情在全世界沒有的道理 像是你如果到外國做股票 他沒有上下線的話 那更不得了對不對 那大陸現在目前為止出現這個情況的話 他就是涉及到一個根本的問題 就是說我跟你之間有商業往來 你的信用到底在哪裡 那我從一個哲學的角度來講 在商業行為當中的信用 代表的是一種安心 比如說 比如說我現在要去貸款的話 非常容易 因為我只要把我台大的工作證 一拿出來 光這張工作證人家講說 大不了我到台大去罵人 你這個就不敢不管 所以我也沒有這個勇氣 所以我也不去貸款 但是我這個credit 英文叫credit 就信用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你本身牽涉到的身分 各方面 他的信用好 但是你如果說本身 沒有任何的東西的話 你也想貸錢的話 很難 很難對不對 所以換而言之 你的信用 代表另外一種資產 而這種資產 是讓你感到安心 有的時候這種資產 比你真正的利息還重要 這個信用資產 比真實資產更重要 當然更重要 因為最主要的話 你如果重視這個榮譽 要保護這個方法 各方面的話 你會更加的努力 好 非常感謝三位 謝謝 謝謝